如果我今天想要做的结果 就是把假设是部门 这个前面的线 如果有一个一二三四 甚至不知道多少阐线的话 那我们该如何做 其实有个方法 超函数我们用最近使用过的 三米浦 然后我讲过这两个一组 所以这个范围 OK 第一个 然后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刚刚之前答什么 如果是文字的话 刚刚是什么什么布 那不过现在的话 它就不是什么布 它是产线 那后面的话 如果是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话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产线加一个问号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在这个 Excel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criteria 以后如果你看到 只要是criteria 像三米浦 Count if Average if 反正什么的if 的函数 它的参数都会有 叫做criteria 就是条件的意思 那如果是有条件的 这个参数名称的话 它一律都有支援 这个叫万用支援 也就是说呢 后面的那个字 不确定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问号 OK 但是问号有个限制 就是说 它只能够固定指的是几个字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产线到十一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不OK 因为它一个问号代表一个字 也就是不确定后面 有那个字是叫什么的时候 一个字确定是一个字 那也就是你一到十是OK的 十一就不行了 如果说呢 你今天后面不知道几个字的话 那记得 你可以用另外万用支援 叫星号 星号的话呢 就是不确定几个字的情况下 OK 不确定长度 那如果问号的话 是确定几个字 OK 如果你确定一个字 那就是用问号 或两个字 就两个问号 OK 如果不确定的话 那就用星号 不过看起来好像星号 好像比较万用一点 可能因为星号 大部分都根本不知道几个字 OK 那除了说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用的话 其实有点像 什么 全文检索类似的概念 有关键字像Google 你只要打个关键 它用的 因为它前面跟后面都有加 就有点像这样 前面加星号 后面加星号 也就是中间有产线 这两个字出现 它就帮你 从它的资料库里面抓出来了 OK 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 只是找的范围不同而已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星号好了 问问号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那Sumrange的话就这一个 OK 你会按确定之后 答案就OK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可以用那个 Critial后面加一个 加一个星号 或者问号 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特别之后 只要Critial有的话就有资源 那再来的话呢 顺便思考一下 如果我这个问题 假如我不要用那个 函数三米普来做 我希望呢 帮我写个VBA程式吧 OK 如果说今天是VBA OK VBA 那我要怎么做 OK 这里 当然第一个 这个就 不是叫你要丢公事 丢公事没意思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知道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公事 放进来就好了 当然这个就没意义 所以第一个 你就什么 Visual Basic自己打开 第二个话呢 就怎么样 把这个我们的专案名称 就叫做跟他一样 按右键 这个没有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 那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就叫Sub 然后后面叫什么 产现人员之和 把这个名称 用这个名称 当成是那个Sub名称 所以打一个Sub 空一个 然后产现人员 公事之 Enter一下 那就有了一个Sub 自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所以把它放到12号 那当然你不是说 之前是这样子 因为不用一个嘛 所以不用跑回去 你说Sales 光阿弗哪一列呢 第二列 哪一栏呢 E E栏 等于什么 两个双颗靠 然后呢 你想说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公事复制一下 贴过来的话 其实结果也OK 贴上这边有两个双颗靠 或者你自己再把它补一下 或者取代 因为取代好像不用那么费力 这个里面改 然后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执行丢过来 这样子它也可以执行 只是感觉好像没怎么样 没那个意思 不然你就直接输 至少它还会work OK 把这个公事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要这样做 我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我之前讲过的 用那个写VBA程式的 如果今天假设这个不要公事 那我希望呢 借由VBA来帮我怎么样 写一个程式 那我当我执行它的时候 自动也是帮我加转的话 那该怎么写 首先的话特别重要 你可以思考什么 它在我思考的方向 第一个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那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的这个A栏的部分 如果呢 它的A栏里面的前两个字 有没有 其实前两个字的话 你可以用let 把储存格里面抓到的前两个字 假设是那个产线的话 我们其实不是用那个信号 我们是用前两个字 那就帮我把它同一列的C栏的资料 帮我累加起来 OK 所以这边会需要多学几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前两个 前两个应该在前面想过 可能比较特别的是 那帮我把同一列的C栏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储存起来 帮我累加起来 那怎么样写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先写范围好了 for 回全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列 空一格到第十一列 enter两下 打个nest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把他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拿来做判断 判断的话就if if呢 前两个字 laps laps 就是前两个字 哪一个的前两个字呢 就是sales 哪个出生格呢 theid的A栏 帮我把那个A栏的资料呢 一个一个带过来 然后d0.2 意思是说前两个字 所以哦 如果前两个字 等于什么呢 等于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 把前两个产线 那如果 等于前两个空一格 then 然后呢 做什么事 enter两下打个n的一符 意思是说 如果是产线 那就累加 可是如果不是产线的话呢 那就跳过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要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产线 那把它的同一列 同一列的C栏 同一列的C栏 所以同一列 把这个A 改成C 把它累加起来 可是问题累加 我现在只把4903取得了 可是要怎么累加哦 OK 这边的话呢 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如果已经 这个地方指的是哦 我如果找到产线前面两个字 假如是产线 对 match 那就把它的同一列 同一列的第二列的 这个资料把它储存起来 那我们会有个需求 就是累加 累加意思说把这个数字 把它存起来 然后下一次如果还有的话 就是再把它 再跟前一个数字加在一起 然后再存起来 特别是这样怎么写哦 特别是哦 累加的话呢 写的方法记得哦 第一个 请你在这个 你要累加的资料最前面哦 先增加一个变数 那变数名称也许要SUM好了哦 假设这个名称自己取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没关系 SUM等于什么呢 特别是有个习惯用SUM等于自己本身 再加上哦 你要加的东西 那其实特别是有 它的原理原理是这样 因为SUM这个变数哦 预设值等于空的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零好了 如果里面是零 对不对哦 那如果我说呢 呃 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把这个4903 加上零 它加在4903 加在一起之后的话呢 它有点像这样哦 加完之后存在前面的意思 加完之后存在前面的意思 所以特别是哦 SUM原来是零 对不对哦 然后加了4903之后哦 诶 SUM就变4903 然后如果下一次遇到产线恶的之后呢 它又再把4903呢 怎么样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3906 加完之后再放在SUM 就把它盖过去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变数的话呢 会不断改变 会被前面的数字 啊 计算完了结果又继续盖 所以呢 最后得到的 那当然就会是最后加总的结果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样的写法哦 那你慢慢习惯哦 SUM 等于SUM 自己本身 加上你要累加的东西 OK哦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别吧 第一个是 这个 第二个不是 这个哦 所以一 二 三 四 有没有 五 六 OK哦 我用电脑 他自己跑 他绝对不会错 OK哦 那跑完之后就把你全部加完了 放在SUM里面 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SUM的结果放在这里 哎 那这个这个储存格叫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哦 叫做SALS的第二列的依然 或者啦哦 其实要我的习惯啦 如果固定只是单单指一个储存格的话 如果不是在回圈里面哦 我习惯还是用RANCH 为什么 因为RANCH的话好处就是直接什么 就跟他讲说你是一个一二储存格就好了 给他一个文字 那等于什么呢 就把这个SUM哦 把它输入进来就可以了 就是把加总完的结果 最后呢 再帮我放到 这个一二的储存格里面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不确定 跑的过程 或者是加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按F8 他会逐个逐个跑 然后呢告诉你说啊 你的 第几列呢 第A2的储存格的前两个字 是不是等于产线呢 那你可以把这个选起来 有没有放上去哦 他会告诉你 答案是True OK 现在没显示出来 那如果True的话会进到这边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 上目前 里面是空的 没有东西 所以没有东西 那可是后面这个是4903 所以没有东西加上4903 他就把加完的结果呢 放到前面 所以上的话呢 就变4903 OK 那一样的道理 下一个 那下一个列 第三列是不是不是 不是跳过去 跳过去 因为不是产线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不是 下一个是产线2 4 4的话呢 就再把什么 4903 加上3906 加完就再存到前面去 所以上里面就变8809 OK 意思的一推 应该可以知道这意思了 所以全部跑完 然后这边是有中断点 来 跑完到这里哦 所以是23884 帮我把23884放到这里来 那就是 直接就丢过来了 OK 所以慢慢习惯了 以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 把你需要的资料 从后面放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等号 基本上就把后面的资料 放到前面去 帮你储存起来的意思 所以 其实尽量慢慢要习惯 尤其有些同学真的还不太 适应这个等号 感觉等号一直看到就觉得 以前上数学课的那个等号 但是这边的等号 跟你以前上数学课的那个等号 完全不一样 OK 千万不要把它混回一谈 OK 这是程式里面的等号 这个等号应该是 把后面的计算结果 帮你把它放到前面的意思 或者是把前面的值 放到 把后面的值放到前面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果 OK 那这个是007的产现能源之和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看一下011好了 先不要看 019比较稍微难一点点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跟刚刚那一题有点像 诶 哪个地方 但是它有点不一样 它要两个 苗栗 和 和其实应该不是end 应该是 偶尔吧 应该是苗栗 或 以然 诶 或哦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用那个samev来做的话 那怎么办 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samev range 这个范围 好 criteria的话呢 应该什么 苗栗 然后呢 依然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哦 其实哦 criteria里面哦 理论上当然 有点像 如果这边可以支援偶尔的话 那这样就OK了 可是问题跟各位讲哦 这边没有支援偶尔 所以你不要这样用 那怎么办 做两次吧 先做苗栗 再加一栏 就OK了 另外的话呢 如果要把 如果不用那个samev函数的话 那如果用VBA该怎么写 其实你可以参考刚刚的程式哦 来歇歇看哦 画面再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刚刚的这个地方哦 一个是 这个是函数 一个是 再做一个VBA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刚刚写的程式哦 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们如果假如 有部分哦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